武汉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发布 关于做好不明原因 非研究之工作的紧急通知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空的 汉阶停车场 武汉真的挺难的 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 武汉加油 平安回来 你平安回来 老子包了包一年的家务我做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中国必胜 再见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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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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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二八难以 这个电影展现了我们的经历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一场战斗 把这医务工作者真实地展现在荧幕上 这里好像就是疫情当中的某一个场景 人是处于轻度缺氧的状态 医生太辛苦了 我们想一个小时 我觉得我已经超过厚了 非常明显地感觉到身体 就在地很大的汗中 医生他们一连工作十几个小时 非常不容易 非常高浓度的一个 工作状态 大家都没怎么兴趣 演了那个 就换个衣服 然后又回到导演进了自己 乱纯导演谈刀 来开始 大家都在竞选里 像真实铁锦 看到那些血肉的时候 我其实一直是在控制不住的慌乱 不断地去让自己冷静 但是医护人 不管自己心里有多恐惧 都被压到了心底 每一个判断影响到的是每个生命 那种心理压力和打击 根本就不是说是我们在现场这些演员能够感受到的 你拍戏的时候看到的那种场景 它是可以喊甜的 真正发生的时候 谁给你喊甜 还原不了的 只能无限的去接近 还原是不可能的 但只是说你尽全力的去接近它 这声望是 生命至上 这个电影很好的演示了 中国医务人员对职业的热爱 对生命的珍重 假设我们这个电影能够引起国外的观众的共鸣 那就非常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